想乘鹿龙冬虫乌骨鸡汤 里面有一整只的乌骨鸡 汤头浓郁酒味够重 你如果身体欠补 可以买来喝 离港闻赴馄饨 常常缺货 看到就要买 可遇不可求的好物 家禽菜和胡椒盐就很好吃 浸上北道黄色盖子的泡菜 吃起来够酸够辣 跟韩国当地吃到的一样 而且里面有很扎实的泡菜 不是一堆水 我喜欢 葱阿伯的葱抓饼 很多人推荐 但我还好 一美的香酥抓饼 便宜又好吃 单吃 单吃或者是做成蛋饼都不错吃 我还加了胡椒盐 起司和玉米 这样很好吃 红郁航花枝月亮虾饼 煎完以后外酥内Q 里面有很多的虾子和花枝 你自己买来吃看看就知道它多好吃 不计 不计 糖心蛋 半熟蛋黄加上带点微甜口味 单吃或是配拉面都不错 不计 可以捏捏蛋沙拉 味道有点蛋可以自己再调味一下 懒人早餐 捏十五下就可以配面包吃 很快速就能做好早餐 不计 不计阿萨姆茶叶蛋 卤得非常入味 你看这个颜色就是好吃 取出里面的卤包 汤汁倒出来 照包装背面的食谱 还可以拿来卤豆干 我试了一下 味道还不错 美味糖去骨醉鸡腿 打开是一整只鸡腿要自己切 美味糖爆汁豆干切 用蒸的会更爆汁 鸡蒸也好吃 最多人吃 基本上他们家这一系列卤味都蛮不错的 也有出综合拼盘 但是这里面的豆干吃起来跟爆汁豆干不一样 建议你还是要单独买一个爆汁豆干吃 就知道综合里面的是不会爆汁 鸭翅像冰糖鸭翅甜甜的好吃 就是稍微瘦了一点 骨蜂麻油鸡汤 里面只有五到六块肉 可以加个北港米雪糕进去 变成麻油鸡汤 变成麻油米雪 再加些米酒 我喜欢酒味重一点 想成麻辣鸭雪 里面有很多块的鸭雪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煮 怕太辣就加一点水 鸭雪吃起来很揪西 有花椒香也够辣 很好吃 雅方羊肉炉红烧口味好吃 肉也不柴 冬天常常买来进步 马修严选原味优格 搭配它的果酱或是新鲜水果都很不错 白朗尼小麦千层酥 上面有一层糖霜 吃起来酥酥的 一字会连吃好几根 雷蒙德柠檬味加新饼干 推荐 感谢观看